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维持下去 现在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健康好难 可能叫他做一些方法 可能每个人都会觉得很为难 可是我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健康真的是可以很简单 只是看你要还是不要 因为讲到健康呢 我们就会想到第一个要先跟大家讲的就是 人为什么会生病 其实人会生病呢 就是只有一个病 就是细胞故障 细胞为什么会故障 就是细胞故障也是只有两种 就是细胞故障呢 第一就是营养障碍 营养障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不要的 然后他要的期前营养的 然后我们又没有给住他 然后第二是毒素潮灾 怎样说毒素潮灾 就是空气污染啊 药物啊 食物啊 这一些便秘熬夜这些都会影响毒素 然后破坏我们的细胞 所以其实就是只有这两个细胞才会故障 然后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他也有提过 如何要拯救我们的生命 其实就是要修复细胞 改善细胞和激活细胞 看都是讲到细胞哦 OK 然后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60到70兆的细胞 所以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的身体都是由细胞组成 所以细胞很重要 所以我们只是要把细胞照顾好 然后他就会给我们我们要的 就会给我们健康哦 OK 那么细胞要什么呢 其实细胞要的东西很简单 其实只有三个哦 三个 第一个就是氧气 那个是最重要的 氧气 第二个是水 第三就是营养的 然后这三个东西呢 其实只是占了我们身体的50% 那么还有50%是什么 OK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咯 然后就是我们的心情情绪 都是占了我们的其他的50% 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 OK 现在如果我们能慢慢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营养和生活咯 那么我们就会远离三个东西 第一就是最贵的床咯 大家都知道最贵的床就是病床咯 然后最贵的车呢 救护车 最贵的房间呢 就是病房 其实只要我们管理好这个 这一个100% 就是慢慢的管理好 当然我们是不可能一下子达到100% 可以改善好的 所以只是慢慢的改善的话 我们就会远离这三个东西 最后呢 我是再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现在的很多慢性病 其实已经是会变成急性病了 然后有一些很多人不认为是病的 已经现在都是病了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便秘 一个是失眠 这两个会引起我们很严重的毛病 相信大家也是听过 所以在这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会慢慢从亚健康 再到不健康才会到疾病的 所以我们要开始调的呢 就是调掉我们的亚健康 那么亚健康是要怎样调呢 然后在接下来我会慢慢跟大家细说如何的去做 才能达到我们的健康自我管理 OK今天就讲到这样 谢谢大家